长寿师兄 长寿师兄 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 有心师妹 我急着闭关 这是我收成的阵法点击 我能为你开导一二 时间紧迫 我先走一步 这位先门良才 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 那他到底想了什么 生来往 莫怪情 心已故 难征心 文静知错 文静办事不力 还请您 暂且放过文静一马 文静保证 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女王大人 进来吧 南海那边情况如何 属下奉鸣之命 在南海大探得知 今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 到我们强盛已久 不好对付 不如 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 西方教此战虽落败 但绝不会就此罢首 复盘此战 我杀了不少业障大药 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 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 设立了个人账户 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 为确保安全 我一直随身佩戴火的月 防住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 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 拦截在个人账户外 带来日一次性接受 业障 我做什么孽了 近日瞎妖为祸 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 双风交战时 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 虾妖 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 太过分了 这是在调戏 就是 寨主 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 就是啊 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 我们举办大典 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 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 将于买下放生 神敢受到诚意 必会加倍保佑大家 不对啊 买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 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 到处都是鱼 为什么要找债主买鱼放生 看来是债主欲借神之谜魔力 放生 奇象 这是妙柱吧 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 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 南海龙宫以整装待发 很快就能攻来 鸭神您放心 经过我的努力 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 并会与之以命相波 很好 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忌时 我们再派出血痴黑纹 携奏功德 即使 女王大人此即真是高明 血痴黑纹 女王大人 又是温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 他们在雄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部 先挑起双方战士 再借机夺取功德 好歹多的算计 大太子殿下 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 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 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 好好收拾他们 老木表兄 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 老木表兄 我近日在南海江澳岛修炼 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 欲进攻熊寨大典 表兄 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 贸然开战 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 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 何惧在天上几比 南海水军听令 踏平熊寨 是 奇怪 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呢 熊寨的神教难道就是 保佑我们吧 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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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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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硬动天伐 独自招致灭世之灾 必须阻止战事发生 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 只能兵团队 出发 快走 凭你们 也敢自称海神教 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 表弟 蚝蚁 不能打 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 糟糕 他认识我的钟柔 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 完了 我的身份要暴露了 长寿兄 可笑 龙祖才是海上霸主 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 他们都被控制了 好一招神东击西 死无对称 阁下总算买了